这里是自说自话的掌柜 掌柜说圣堂的阴影 神探敌人结传 今天咱们讲第20回 成功法则的最后一集 成功都是因为算计 本节目由西云果蔬粉赞助播出 为了健康跟着掌柜走北京 上一回咱们讲完了三性投毒案 作为一个初入职场的人 我有时候觉得真的好多事 大家不是不明白 而是心里很明白 但是不肯那么做 掌柜有个很小的公司 公司很小 但是也见过各式各样的年轻人 我觉得算计绝对是一种能力 一个不会算计的人 他和成功就不是一股道 或者说你要想成功 就先要改变自己 让自己变得算计 如果成功是一条道路的话 那算计就是所谓的轨道 在咱们中国的哲学当中 其实一切成功都是因为算计 是这样 虽然我们嘴上老说 我们老把命运放在 放在头里 放在我们的头顶 总说我们头上有天 但是其实 有谁 真的相信过吗 天和人到底 更看重哪一个 人定圣天的想法 我跟你说 在历史上 总是一呼百应 是在人为 这是我们行动的指南 所以一件事 我们不相信做不成 只相信算计不到 对不对 你想想咱们那句古话 吃不穷穿不穷 算计不到才受穷 就是这个意思 并没有任何一种持日物 是指向算计的 所以对于一个出入社会的人 你真的应该收起你的那些矜持 拿出全部的算计 为了自己的未来去搏杀 这个世界机会很小 只有算计才有一条出路 否则你就会跟掌柜似的 一次次错过良机 是吧 都说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其实这句话应该是 所有的机会都不是凭空的 甚至于都要靠自己去创造的 我的舞台都是自己打造 这才是成功者必须坚信的真理 怎么算计 我也不知道 我只知道 不算计是一种心理障碍 那是一种懒惰 属于我们每一个人走入社会 应该改变自己 以适应社会的那一部分 大大方方的去算计 这才不至于被别人算计 要不然就干脆做一个赢者 绝没有一条中间的道路 那些清高都是装的 作为成功法则的最后一集 其实掌柜很想跟大家说说的 就是这个算计 怎么算计 关键问题不在于你怎么想 而在于其实对于多数人来说 是如何改变自己 你会算计 只是不肯算计而已 这是一个巨大的心理障碍 你看就在咱们讲的这些故事当中 充满了算计 客店双十案 这是讲结党 这需要很多算计才能完成 需要消耗很多的精力 甚至于它是一种人生的习惯 一旦结党成为一种习惯 你离成功就不远了 就进了一步 雅女案咱们讲了造势 是吧 其实这是自己给自己打造一个舞台 让领导看见自己 这也是一种思维的习惯 会表现的人永远站在聚光灯下 不会表现的人 你做出再大的努力 你做得再精彩 你也是在阴影当中 三性投毒案 即使是算计的人 他的人生也不会是一帆风顺的 当然了 所有人其实都面临着很多 突如其来的事故和困难 怎么度过这些困难 怎么防止翻船 是吧 大石化小 风浪 不在于平息 而在于如何去顺应他 其实这是几个特别深邃的故事 有深刻的思想在里面的故事 作为一个出入职场的人 其实最缺少的是所谓稳重 对不对 到底算计和稳重是什么关系呢 人这辈子机会是有的事 真的是有的事 没有任何一个机会是失去了 就再无翻身的 翻身的就再无翻身之日了 没有这样的事 所有的机会都不是这样的 有很多的 只要你的心不倒下 人是躺着还是站着 其实都是活着 关键是心 处变不惊 这就是稳重 绝不轻易放过任何一个机会 这叫算计 你说算计和稳重 是不是一回事 是一回事 算计到了 自然就稳重 只是说有些人的外表浮躁 有些人喜怒 不形于色 但是其实都一样 算计到了 就是稳重 越是成功者 其实越是把两者统一在一起 算计的时候 无所不用其极 而算计不到 也能快速的转场 把时间和精力 快速的投入到下一场算计 敌人节就是特别的稳重 他的稳重到临大事的时候 他的准确的判断 让人恐惧 越是这种能算计的人 他所表现出来的越是冷静 甚至于冷静到让人 让人惊诧 敌人节的故事啊 看完了以后 真的后背发凉 人家为什么成功 一方面我跟你说 他比你上心 另一方面 他不像你那样 好多事情 耿耿于怀 讲几个敌人节的例子吧 是吧 像这种大事化小 小事变大 这样的例子 在这敌人节身上 真的比比皆是 你就像咱们以前讲过的 敌人节在从宾州调入大理寺 不到一年审了一万七千个案子 无人喊冤 大家就想一件事 凭什么 我们现在根本做不到 正常的审案 正常的审案 总有一方不服 谁输了 谁就不服 怎么会一万七千个案子 无人申诉呢 听完这个三性投毒案 你现在明白了一点吧 抓起来的时候 谁都喊冤 先各打五十大板 然后再审 或者关根本就不审 关半年 把你一放 欢天喜地的你就走了 一个喊冤的都没有 明白告诉你 再让我看见你啊 还是五十大板 服不服 都服气 这就是敌大人的稳重 其实背后 是把人的心里 琢磨的 透透的 这个办法 我觉得司法系统的人都懂的 开车的朋友 遇到过违章 或者交通事故 交警也是这一套 常用 敌人节的算计 是吧 真的 咱们讲一件 敌人节的算计的事吧 历史上发生的 前几天 咱们在那个行者掌柜那边 咱们前两天是说 消钱 是吧 咱们读了 消钱的书 其实 其实他写的那本书的后半本 就是 就是说解放以后的那半本 才是最开始 我想给大家读的 但是临近到 读完前半本以后 后来就没读 因为什么 因为 害怕 那里有一个故事 说呢 说有一个 有一个著名的老作家 这老作家文革以后 还活跃了很久的 咱们不说是谁了 他身上就 就有这么一段经历 他的这个事啊 其实特别有名 就很多人在书里 都提到过这位 这位老作家 这位老作家自己呢 也说过这件事 当时他就说 说我 我所以那么做呢 我就是跟敌人结学的 怎么件事呢 这老作家呀 在 在文革期间啊 被 被 遭到冲击 爱批斗 爱批斗的时候 别人都 都死降着 不肯承认自己有罪 有些人还拼命反抗 甚至 有跟那个 造反派辩论的 结果呢 结果被打得满身是伤 是吧 当时有些人 甚至 甚至丢了性命 只有这位 这位老先生 一点抗拒都没有 人家问 你为什么写那些 那些反动文章 这位 这位大爷大声说 我是反对毛主席 我要颠覆 无产阶级专政 我没同党 这我就一个人 我一个人 就 我内心 这就是我内心的想法 结果 结果把批斗 他的人都吓住了 为什么 这个罪太大了 于是没打他 就就向上报告了 上面的造反派 听完以后都气乐了 把这帮革命小将 就叫来一顿臭骂 你们不想想 他一个人 他疯了 他能颠覆国家政权吗 把他送上去 这我们大家都没法交代 没人信 以至于这件事 后来这位老先生居然幸存了下来 这位老师的学问 就是跟敌人节学的 敌人节历史上也有这么一幕 武则天的晚年啊 就开始变得 变得一身一鬼 所以有一段呢 就是这个武则天呢 历史上说呢 说重用酷吏 这就是所谓武朝 武则天所在的朝代的四大酷吏 所缘理 莱俊臣 周兴和侯斯址 这是中国历史上特别有名的 四大酷吏 酷吏啊 我跟你说真的是一种中国文化现象 后世很多人认为 这四个是病态的 其实不是 这四个人其实不一样 分成两类 一类呢 他们是西方来的 他们兼学西医的 我们真的别往脸上贴金 唐朝的这种 这几位酷吏啊 有好几个是西域人 啊 属于那种 怎么说 有有有独到见解的 专业技术型人才 他们 他们是带着自己的能耐 来报效大唐的 并不是我们培养的 当然 他们中间呢 另一类是 是我们培养的 一类就是这几个西医 另一类就是我们自己 培养出来的 我们把自己培养的 这几个酷吏呢 称之为 学者 这几个人 无论是学者还是西医 都精通医术 他们发明了好多刑讯逼供的方法 我跟你说 这都是医学级的 就唐朝这几个 真的是背后是有科学理论的 医学级的 这几个我跟你说 有骨科的 有皮肤科的 有神经科的 有内科的 当然多数都是外科的 这里边还有神经 精神科的 有神经科的 还有精神科的 确实 他们中间好几个人 是西医来的 要不说他们是西医呢 他们已经超过了 我们传统中医的范围 来俊臣索阳里 这这都是 怎么叫 叫名阳千古啊 因为他们把刑讯逼供 上升为一门科学 但是从后来看 刑讯逼供这件事 比西医更狠的 是咱们培养的 学者型的大手 这是咱们自个儿培养的 他们有对领导的 无限忠诚 他们只是思想上极端 而且是对武则天 无限的忠诚 为了这个忠诚 什么都都不够 就是后世 对对他们评价的那样 后世给这几位学者 所定义的四个字 叫泯灭人性 有时候你真的想不满 想不明白 他们哪来的那么强大的心脏 怎么锻炼出来的 每天得跑多少步 才能锻炼出那么强大的心脏 狄仁杰这个人呢 其实没有仇人 狄仁杰是个很会做人的人 狄仁杰一生啊 尤其是等到了 到了酷吏时代 那就是武则天的晚年了 那个时候的狄仁杰 最大的特点就是会做人 狄仁杰没有仇人 所以几乎什么坏事都找不到他 但是即便如此 这么一个中国历史上很少见的老好人 最后也被酷吏牵连 那说他谋反 那时候敌人杰可能六十多快七十了 被抓进牢里 遭到酷吏审问 敌人杰怎么办 敌人杰到了监狱里就招供了 我跟你说 敌人杰是 是巡礼出身 那是司法界的老前辈了 这谁有多深 他还不知道啊 你看看 小说当中 是吧 咱们就这本 就这本敌公案当中 你看敌人杰有多少次 是靠刑讯逼供得到破案的 这是搞逼供的祖宗 审问他的人 就是著名西医 莱俊臣 敌人杰没有让莱俊臣废事 直接就跟莱俊臣说 你说吧 你让我怎么写 你不用废那个事 你说什么 我就招什么 甚至于最后 莱俊臣都都不好意思了 因为敌人杰还在帮着莱俊臣编 你这编 你这么说不行 你得这么说 要不然皇帝不能信 最后敌人杰的招供就是 我 我要推翻武则天 我要恢复礼堂 敌人杰的这份招供 莱俊臣如获至宝 是吧 大唐这是又告倒了一个宰相 于是把这个招供就交给了武则天 武则天第一个问题 看完敌人杰的招供 武则天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 他的余党呢 没有 莱俊臣说 这个敌人杰没有遇到 武则天当时我跟你说 可能真的想抽莱俊臣 他一个六十多岁 七十岁的老头子 单枪匹马 那么老胖 这就要推翻我大洲啊 是他脑子进水了 还是你脑子进水了 还是还是你们觉得我脑子进水了 给我问家 他肯定有死党 莱俊臣没办法 这就这就来再审敌人杰 这一回莱俊臣都不好意思了 因为什么人敌人杰很配合 这回来问死党 来问他的同党 敌人杰就四扛了 就是没有同党 我就是一个人 最后 敌人杰跟莱俊臣说 说这样吧 你让左右都都退下 我有我有点私话跟你说 就当只有他和莱俊臣两个人的时候 敌人杰跟莱俊臣说 说你别费那个剑吗 我再给你写个东西吧 谢恩哲 这不是咱们皇帝不信你说的吗 没关系 我再给皇帝写个谢恩的哲子 我谢谢皇帝对我的重视 我把我自己的罪行 我再说一次 你交给皇帝 这多好 哎 这就叫谢恩哲 来俊臣啊 来俊臣和敌人杰相比啊 莱俊臣的脑子真的是不够实 莱俊臣居然真的就信了敌人杰 拿着敌人杰给写的这个东西 就给了武则天 谢恩哲在表面上 从内容上看 没毛病 就是敌人杰承认自己的罪行 胆求素食 莱俊臣虽然是武则天的宠臣 但是他对武则天的了解 真的不如敌人杰 果然 是吧 武则天看完了敌人杰的谢恩哲 立刻就起疑了 于是要亲自找敌人杰谈谈 敌人杰见了武则天 立刻就翻功了 不承认自己写过那个哲子 这个时候武则天把那个哲子拿出来一看 一看那哲子 确实越看这有几个字 不是敌人杰的笔迹 再叫人去打架 大家都不知道有这个哲子 不知道这个哲子怎么来的 因为写这个哲子的时候 边上没人 武则天于是就认为 这是雷俊臣倒鬼 问敌人杰 你要是没做过那些事 你干嘛承认 为什么承认 敌人杰这早就准备好了 敌人杰这就哭开了 七十多岁的老头子开始哭 我要不这么说呀 我就见不到陛下了 然后敌人杰一边哭一边说 我敢跟您打个赌 您今天就说谁谁谁有罪 无论说谁 您把这个审问的任务交给咱们莱大夫 莱俊臣一定能按你说的罪行审出口供 并且只要您说这个案子跟谁有关 最后这个人就会指认这个另一个人为他同党 你说谁有罪谁就有罪 想牵连谁就能牵连谁 这就是莱俊臣的能力 我为什么招 我不招就得死在他手里 不用试 不用打这个毒 我估计武则天听完乐了 哎呀敌人杰呀 你你真是够鬼的 不用信 不用试 因为什么 因为这几年武则天就是这么干的 这一套武则天重用莱俊臣 莱俊臣是怎么回事 武则天心里没数吗 你认为冤假错案都是莱俊臣搞的 这些人倒台 跟莱对莱俊臣有什么 有什么好处呢 不是酷力横行 最后呢 最后武则天下旨 把敌人杰下放 调离宰相的岗位 下放到地方 阴谋颠覆丈夫 那个事就不说了 抓了个敌人杰的其他罪名 把敌人杰降级 问题是 问题是这件事 现在也不能就这么放了敌人杰 因为什么 因为这件事 已经惹得几千个朝臣上书 为敌人杰喊怨 要是现在放了敌人杰 你就得惩办莱俊臣 武则天舍不得 是吧 多好用的大夫 敌人杰所以这么做 就是算计 就是拿准了武则天的多益 这都是对人的精确把握 琢磨人 这是成功者必备的技能 掌柜就老跟小掌柜说 是吧 别学你老爸 更别学你那傻妈 是吧 小助手比掌柜还傻 凡事啊 多个心眼 我们两口子 算是做成了一点事 完全是因为我们运气好 好运气是不遗传的 但是一根筋都是遗传的 我们俩在今天的社会 就算是残疾人 在中国 我们这样的人 就算是残疾人 是吧 读书太多 把脑子都读坏了 我真的是希望 小掌柜这一代 能比我们多个心眼 故事讲到这里 讲完这三个案子 敌人节的青年时代 是吧 在他取得成功之前的案子 咱们就讲完了 跟着敌人节 在原力本的推荐下 就进入中央当官了 这是敌公案当中说的 实际上不是这样 原力本没有把敌人节 举荐到中央 但是确实是原力本 向唐高宗举荐了敌人节 敌人节因此被调往病州 从开封调往病州 担任司法干部 在病州一干 就是十多年 后来被大理寺 敌人节被大理寺 借调到中央 因为什么呢 因为那几年为了追求 当时唐高宗为了追求脸面 就学李世民 追求全年无形式案件 那唐高宗的全年无形式案件 怎么实现的 你看这 就那一万七千个案子 抓了人不审 结果呢 结果几年大牢里 关押了几万人 激案太多 最后不得不从地方上 调干部 支援中央 这样敌人节被从病州 调往大理寺 因为后来表现优异 是吧 被留人鬼发现 以后呢 以后敌人鬼 其实就 这个敌人节 就是留人鬼的党羽 受到 在留人鬼的手下 受到重用 跟着就是 就是利用机会 这个以前咱们 咱们讲过 是吧 又凑巧审理了 那个大将军 砍伐李世民墓的树 林墓的树的案子 是吧 受到高宗赏识 被高宗李治 提拔为御史 进入了内阁 到光高宗皇帝 唐高宗李治 死的时候 敌人节 大概那个时候是 应该是54岁 到54岁 其实敌人节的人生的鼎盛 还没有开始 随着武则天掌权 敌人节 才走入人生的 巅峰 咱们的成功法则 这就告一段落 以后就不是成功法则了 是吧 从下一回开始 咱们就讲斗争法则 欢迎大家 加掌柜的微信公众号 掌柜说历史的汉语拼音全拼 在微信公众号 听掌柜讲私房故事 请不吝点赞订阅